社会人每天到底都在琢磨什么?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,有钱人不可能每天琢磨玩游戏跑牛喝酒之类的低级快乐。 也正是这样他们才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如何举利财富更近。 今天我给你分享六个有钱人都在偷偷琢磨的事,建议保存收藏,没事多看几点。 第一,有钱人首先想的就是今年要赚多少, 也就是先给自己定一个一年的目标,然后把这个目标按月分成12个小目标,每个月只需要完成当下的就好。 第二,资源到底在哪里? 你需要的人脉在哪里? 你需要的工厂在哪里? 你需要的市场又在哪里? 你的客户在哪里? 第三,如何更好地整合资源和人脉? 就好比如何通过王更多的老板,如何通过理个认识更多的领导, 再或者有什么办法能让小张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润,如何让老吴介绍更多的客户给自己。 第四,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,又该如何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。 不懂得满足市场需求的人赚不到钱。 同样的道理,如果你能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,也就代表会有更多的人给你买单。 第五,自己除了现在的老本行,还有哪些能给自己带来收益的项目? 有钱人不可能一成不变,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如何进军别的行业分一杯羹。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,做的行业越广泛那么赚的钱就越多。 第六,如何进入更多更厉害的圈子? 有钱人都是深度懂得向上生长的重要性。 哪怕刚开始会被人排挤,被人从背后戳几两股,他们也不会放弃向上生长。 因为向上社交就代表可以收获更多的财富。